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接过孙迅从冰天雪地中传递过来的接力棒 我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贺州 勤劳的贺州人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着自己的生活 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又会有哪些让我意想不到的独特家乡味道呢 贺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 沿着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萧贺古道 我将展开我此次的调查 萧贺古道始建于秦朝 最早是一条自秦国国都咸阳到广州的水路相连的货运土道 连通南北的道路不仅促进了商品的贸易 更使各地的美食文化相互交流 那么萧贺古道究竟给当地的美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又会留下哪些经典的菜肴呢 我现在呢是在贺州市的黄田镇 这个地方当年非常的繁华 商贸往来很频繁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富庶 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地方在美食上都会有所体现 换句话说就是用北方话讲 肯定会有那么几道横菜 即使到现在当地人也会靠着当年流传下来的 这些菜来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在我国很多物产丰富的地域 人们都会将肉类食材送为餐桌上的硬菜 不仅因为它们富含热量和营养 更在于对肉的烹饪 凝聚了一代代人关于味道的追求和探索 来到黄田镇 当地人给我推荐了一道文明广西的硬菜 据说这道菜能吃出初恋的感觉 还要揭晓了 看看这是什么 你刚才扣那一下那个动作 我就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了 这是黄田扣肉 黄田扣肉 咱们这个扣肉啥特点呢 它的特点之一 它有个名字叫做情义绵绵肉 情义绵绵肉 对 这么浪漫的名字 对 非常好听 你这个名字勾起了我的兴趣 我就直接吃了啊 尝尝 上面这是 味道怎么样 这是我最喜欢的猪肉的一种做法的味道 它确实跟其他的后肉不太一样 我现在突然间理解 你说那个情义绵绵肉是什么意思 一开始绵绵 我觉得应该形容口感的 就是比较绵长嘛 比较细腻 另外一层意思 是我刚才尝出来的 这个肉里面 有情义绵绵的 甜蜜的那层意思 非常甜 甜我知道怎么做 应该放了糖或者冰糖或者什么东西 但是它除了甜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味道 那个味道我暂时形容不出来 怎么做的 这一碗看似平淡的黄田扣肉 居然有着细腻绵长的口感 和层次丰富的味道 不得不说 确实把我惊艳到了 这碗肉的炮制者陈正阳 别看刚到儿立之年 但却是黄田镇上 一位小有名气的厨师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制作扣肉 陈正阳告诉我 要想做出黄田扣肉 情义绵绵的口感 就必须先到地里去寻找养食材 出门没走多远 眼前就已满失绿色 乍一看还以为是成片的核糖 但陈正阳告诉我 这里实际上是一片芋头田 黄田镇以大面积的黄壤土质而得名 这种土壤富含有机物 特别适合种植芋头 而这本地的芋头 则是制作黄田扣肉 必不可少的配料 这片芋头地好大 看这个芋头的长生 这里比较好 那怎么就完了 怎么看到这芋头长得比较好 那块头你看 这里都比较大一点 金属比较大 这声音倒是挺清脆的 这个地方是芋头是吧 这一节就是 这是第一次看到芋头是这么长的 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来 看看 自己挖的芋头是什么样 这也是 这一下带了两个 哎呀呀呀 我这个掉了 我这个掉了 无鲤 我这颗掉了 都是芋头 都是芋头吗 啊 芋头吗 他家里这个洗好的 这个是 他应该是这里分出来的 这个 我看得不对 这个是芋头是吗 回到餐馆 还没洗干净身上的泥渍 陈正阳就马不成蹄地 开始制作扣肉 他告诉我 最低道的黄田扣肉 制作工序非常复杂 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不过 我看了看桌上的这些东西 却没有找到猪肉的影子 啊 我说 刚才那个味道是什么 我终于明白了 是豆腐乳的味道 这个两个 什么两种豆腐乳呢 一个是它这个主要 这个主要起到调色的作用 嗯 这个呢 主要是 比较 那个香味 啊 提香 这是调色 对 你怎么入味呢 让这个肉 首先呢 我们得把那个配料呢 把它打碎之后 再调成脂状 等会儿等会儿 打碎 这个榨汁鸡是用来 打这个调料的 对 打调料汁 嗯 哇 这个新鲜了 一起打 无辱汁 这样打碎之后 它比较均匀一点 嗯 这个葱姜 和三花酒 三花酒 混在一起 打成一个汁 对 先打吧 和酒香 嗯 香葱三花汁 然后也放到里边了 这冰糖和酱油 也要放里边吗 对 都到里面 都拉在一起 好 把这些调味料 都搅成汁 我还 这个挺新奇的做法 哇 你知道单吃这个调料汁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这汁 浇到那个米饭上 就可以就米饭吃了 是吧 是的 太好 不能说好喝 太好吃了 这个汁的味道 香甜香甜 对 听陈正阳说 黄田扣肉 那种层次丰富的口味 很大程度上 就是来自这秘制的酱汁 虽然原料和方法 都被我们看到了 但要想做出最正宗的味道 那精确的配比 也只存在于 制作者的脑海当中 陈正阳一家几代人 都以卖扣肉为生 祖传的手艺 也让这家小店名声在外 这生意忙了 自然就要全家齐上阵 就在我们准备调料的时候 陈正阳的家人 已经开始忙活着处理浴团 黄田扣肉 有别于一般的餐厅大菜 是一样随买随走的美味 所以很多当地人 都会买上一碗回家享用 想吃就来买一点 今天就是今天晚上想吃啊 所以就买一碗啊 不知想当年那些行走在 销祸古道上的马帮 会不会也随身带上几块 黄田扣肉打打牙记 陈正阳告诉我 黄田扣肉那种情意绵绵的口感 除了来自酱汁的香甜 也和处理肉的独特方法密不可分 猪乳花肉比较肥腻 所以中国人在千百年的烹饪进化中 开发出很多去腥解腻的方法 制作黄田扣肉的重点 也在于去腰腻 不过这方法还真有点不一样 走 哇 你要知道 单纯的这个肉香就已经很误人了 单纯的肉的清香 对 单纯的肉的清香 而且这里边只加了那个麦芽糖 麦芽糖 麦芽糖可能只是起到 让这个肉的颜色稍微变化了一点 对 其实味道啊 口感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包括我现在发现一个细节就是 到现在为止 好像都没有入料这一步 没有 就前期都不入料 所以说前期的所有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加接近 最后我吃了那个感觉 那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在炸之前 下一步炸之前呢 把那个皮刺破 把皮刺破 那我猜一点 肯定是为了入味呗 最后入味更方便一点 是吧 不是不是 也许它这个皮抱起来更好看一点 它会像那个吹泡泡那样 你炸的时候 它会像吹泡泡那样起泡泡 那如果不炸会怎样 不炸呢 它会整块炸起来 整块炸起来 是是是是 炸这个肉皮的感觉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有点粗暴的外科手术 只是处理猪肉的第一道工序 我本来以为 接下来要用一些传统的调味品 进行腌制 没想到陈正阳 还是没有给猪肉添加任何调料 而是直接放在油锅炸了起来 好听好听好听 这个低音很浑厚啊 听那个声音 可不啊 那块就是没炸破的了 没炸够 在旁边打下手的这位大叔 是陈正阳的父亲 陈锦善 他也是做了一辈子的黄田扣肉 现在全部的手艺都传给了儿子 老陈心甘情愿地退居二线 他告诉我 这黄田扣肉的制作工序 虽然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对于最后成菜的味道来说 所有这些家传的秘方 都是必不可少的 你看啊 这天都黑了 咱们这应该一半还没到呢吧 这个工序 还不到一半 还不到一半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茶叶 这茶叶是要放里边煮吗 对 然后再把肉放进去 它主要一起煮 还放茶叶 为什么放茶叶呢 这个茶叶呢 它可以消脂肪 去油脂 对 今天的吸血事还真挺多的 经过复杂的处理 黄田扣肉的制作 也不过才进行到了一半 跟着毛过了大半天的我 都已经快失去耐心了 但就当五花肉煮好出锅的一刹那 我才发现 这一切都有了意义 现在的这个味道啊 怎么形容呢 居然出现了一种清香的味道 是吧 经过处理的猪肉外皮筋骨 一刀切下去 肉质弹软筋道 肥肉部分呈现出半透明的温润质感 瘦肉部分洁白如玉 色泽均匀 最令人称奇的是 在切开的猪肉纹理中 看不到渗出的油花 原本肥腻的猪乳花肉 看上去竟有清爽质感 我想这一定是茶叶的功效 每块就主要加一块玉桃 这个我是灰的 然后摆的时候肉皮剩下 对吧 这样才能扣过来 加一块 这还插一碗 得了 现在可以浇汁了是吧 可以了 浇上酱汁的扣肉 经过两个小时的争执 终于迎来了 惊艳亮相的时刻 和我吃过的大多处猪肉 菜肴不同 黄甜扣肉色色温和 风味清新 碗中看不到泛起的猪油 绵绵的芋头甜香中 混合着丰厚的纯正肉香 光是闻一闻 就已经让人有幸福之感了 我先给奶奶加一块 奶奶 您是不是也吃一辈子了吧 好不好吃 好吃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孩真是幸福 从小能吃肉的时候 就能吃到这种 我的天啊 那得多幸福啊 这一碗情意绵绵的黄甜扣肉 凝聚了几代人 对极致味道的追求和探寻 但我想最让人感到情意绵绵的 恰恰是这一家人的幸福和睦 这也许就是当年居住在 萧鹤古道旁一代代人的生活显照 他们因古道而聚集 也因古道而富足 如今古道虽已不在 但那情意绵绵的味道 依旧是代表着幸福的滋味